说到精致怎么能少得了日料呢 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料店的消费人均都不会太低 而我们今天来的这家位于瑞优百货B2层的寿司店 可以做到精致又实惠 难怪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做无虚席了 精致的日料也可以吃出高性价比的A苏喜欧峰寿司 这份仅售68元的A苏喜寿司 可是店里的头牌 不仅造型别致 还可以同时吃到五种不同的口味 从颜值上来讲 这份寿司绝对达到了日料店的标准水平 但是如果你是个要求很高的人 觉得精致程度离你心里的标准 还差那么一点点的话 没关系 和这里还有个杀手锏 超级漂亮的欧式寿司 有没有像那种大酒店里面的下午茶店 这样一份也很实惠 单价很便宜的 一个只要八块钱 这个颜值绝对可以说是从经济厂 直接跳到了头灯厂 既然叫欧式寿司 在摆盘上就与传统寿司不同 西餐的摆盘方式显得更为精致 这些寿司不仅都有好听的名字 并且每一个都有大厨的巧思 这两个是用海苔包起来比较常见 但另外这些外面包的食材各不相同 这个透明的是什么 这个是越南的春卷皮 这个是色拉菜 这边是火汁的三文鱼 这个是牛油果 这个是黄色豆皮 这个是樱花酱的粉色豆皮 我就算去到日本我也没有看到过 人家寿司店用这样做法的 你是怎么会想到的 因为之前我都是在欧美工作的 然后像这种传统日料结合西式做法 其实在欧美现在是很流行的 那上海是我的故乡 所以我就想把它带回上海 这层欧式寿司 上面所搭配的食材也很西式 寿司不仅可以搭配蟹肉色拉 芒果三文鱼竟然还能搭配薯条 因为每一个寿司外面包裹的食材不同 制作起来也就相对比较繁琐 所以这份寿司每天是限量 这样一份外观精致又讲究的寿司 味道一定是值得期待的 鲜 甜 还有清香 你一口咬下去那个芒果的甜味 马上就出来了 A Sushi欧风寿司 上榜里有艺术品般的寿司 好看好吃又实惠